我讀专业是文化创意产业 主要是创业城市 我喜欢学城市 然后伦敦文化艺术比较发达 而且我本来学广告 然后这样就觉得 来伦敦学传媒的话 TINGS KCL CCI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y 然后它是属于 也算是伦敦创意产业 然后创意产业 在KCC是一个那种类似的老众业 每周会 老师因为我们学的东西非常理论化 然后都是一些欧洲文化啊 衣服的企业啊 这些东西都是政策方面 然后但是老师会提供你很多 比如说你的internship 或者是给你很多参加创业活动的机会 然后文化文化文化 经常我给你下一次的例子呢 包括各种音乐节啊 各种ballery啊 比如说什么活动啊 所以大家学中也比较活跃 像伦敦 这方面文化艺术 加上今年奥运会 结果特别特别多 来这儿独立一年初 我觉得最大收购就是认这些同学 然后因为我班本来 然后他招生也比较挑剔的 就各方面语言啊 还有你的课科背景 他都会比较卡 然后来的很多同学 就同学上课 seminar 投入的时候 你可以从他们来吸收很多各国的 关于很有创业和想法的这些观点 然后我们小组里面就有一个印度博 然后他是 他在印度是一个独立音乐 他已经做了很多年 在那边的那边 就是Live的那边的小音乐会 然后还有什么 然后他们会 充满自己的杂志 然后他在这边读书 两周都要飞不出去去死 然后就觉得 还有一个女生是美国人 他也特别强 他在过去的五年里边 每年都在一个国家 做这些相关方面的 媒体方面的工作 然后你从他们那儿 能说过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如果可能将来 要回国就要演 把这些东西 把你的思想 你看到了想到了 带回去 所以我觉得就是 对于中国刚刚开始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 这个概念 还挺实用的 我们的课程就是这个吧 就是Live 然后我们课程很少 然后每周也就 两三个Live 两三个Seminar 然后有大量的Reading 让你去读 就是让你通过古籍来读 然后去掌握很多背景的信息 然后再给你提供很多 活动的这种参与过程 文化艺术活动的机会 然后你可以去 网时间当公园 里面这一届 大概120个人 可能有30个工作人员 而且他们大部分 都是有工作背景的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 我们毕业就过来 可能相对于他们来说 学习的目的性能差一点 那你跟他们的交流过程中 你会知道 他们在工作中 有任何需要的评论 所以他们也选择 学习不通 那么重点 观众的内容 挺有功 就是 用语也没有太大进步 中文会不会很厉害 多少 反正出来优秀还是很提高 但是不会像你想象的 中文武器 毕竟你在国内 从小学开始 学到口科 也没学到什么样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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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的经理理学 原来说 还是挺有的 而且你这一年 健身和学院 不是你在国内 看见生活 就没人说的 和健身感受的 然后 首先你 体会到了另外一种教育 学习 然后再加上你的专业知识 学历 反正我觉得 总的来说还是很值得吧 反正相比于国内读研究生来说 对吧 还是出来都很值得 国内也就 时间又长 然后 然后 受了一样的教育很多年 换一换还是挺好的 但你不会特别想的 而且我去年在国外 做了一件交换生 然后不要习惯 而且自己心里会写不出 很早晚会回去 所以你会 努力把这一年做得充实一点 然后 想念国内的美食 是真的 对